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那这样就会 让它量变多 树大就是美吗 对 再来就是这个是 现在这个季节市面上可以买到的这个雪花 再加一点果实 也是松果 再来我们选择这个很应景的宫灯花 只有这个棉布看起来很温暖的感觉对不对 就也会有圣诞节的氛围啦 就我把它放了一直扇过来之后 然后我刚刚那个剪剩下来的阳光 我也会把它再放过来 它就取代了我们的蝴蝶结啦 对 增加了 用花朵取代蝴蝶结 对 用棉布包裹的圣诞花束 彷彿捧在雪中的珍贵盛行 较收到的人怎能不窩心感动呢 当然利用果实也可以增添椰蛋的欢庆热闹氛围 花仪设计师继续介绍小小的蜜苹果与龙膊搭配 好像把圣诞树给带回家了 当然在这个椰蛋节 椰蛋假期这段期间 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很有椰蛋 都必须要很有椰蛋气氛 像当然所以这个餐桌厨房 一定要有点椰蛋气息的东西来装饰装点 台湾的蜜苹果 对 刚好是这个季节之前都还会有龙膊 对 这个在市场里面应该也买得到 这个杯子给包起来 觉得怎么样做就OK了 其实都行 把这个杯子先放进来 然后把苹果放进来 接下来是要把松柏 放在刚刚那个纸杯的位置 因为它还是需要吃到一点水 会比较耐一点 而且它会一直维持它的清脆度 它叫做彩虹鸟 那我只是取它花的部分 其实红色的比较应景 对 然后它 你把它排列得像 有点有点像装饰性的感觉 有点像火焰的感觉 然后就把它卡在刚刚的那个位置中间 好漂亮喔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用一点红色的三龟台的装饰 非常应景的圣诞装饰 然后客人来的时候还可以吃说拿了就吃 在家里也创造了一个小小森林 玻璃瓶的龙脖就像是耶诞原野的缩影 继续玫瑰圣诞红 摇身一变更加烂力有心 接下来我们是直接买这个圣诞红 比较简单直接买成品回来 但是如果不把它做装饰就太淡掉了 所以现在还是可以加一点不洋的变化 对不对 就是金属色 对 那我们就找这种比较有氛围的 这叫瓦楞纸板 对 那我们就 亮面的 对对对 我这次一样是找红粉 金色啦 金色都蛮是 对 靠着桌面的平整 然后把圣诞红这样包起来 对 这样比较有生活的感觉 包的缓带感觉就是不一样 整个感觉都会出来的 松果啦 然后还有这个是山归来 山归来 对 因为现在是季节 一直到过年 它都很容易被看到 到处 通常的话你就自己看说 如果说你觉得它的氛围已经够了 那这样就可以了 对 设计师建议 除了市面上可以买到的 耶诞滋排 外帐堂 人偶等 常见的装饰外 不妨从概念出发 以欢乐 缤纷 礼物 冬天等 相关的异象发想 会开发出更多更活泼的花艺题材 让你的节情装饰 显得应景 却独特有心 原来新闻 甜甜蓝金发 看不到 有点赞 人偶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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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